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刚刚透过窗井可以看到在高雄已经开始下雨了 今天北台湾跟南台湾天气真的差别有点大 透过T面天气图可以看到 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带来的水气是又闷又热 所以非常发展可以这个对流的发展 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南部这边 今天要留意雨势了 而这个封面虽然团聚在北台湾 但是北部 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们台湾 现在这个高压也不会影响台湾 所以今天中南部就要留意大雨发生了 透过电量降水图就可以看到了 今天雨势都是集中在台中以南 尤其在屏东 昨天还有大雨特报来发布 但是今天南部地区非常的不稳定 所以随时都要注意气象局发布的豪雨跟大雨特报 而在北台湾可以看到在北部的山区呢 跟花东纵谷今天是有午后的这个震雨的可能 所以在下午要出门的话呢 就要记得期待雨具了 而下了这么多天的雨 大家都要说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空档呢 其实是有的 但是呢周一的西南风影响还是非常的强 尤其在苗栗以南 震雨跟雷雨都会发生 但是在周二还是要小心会有好雨的可能 但是接下来在7月1号也就是周四 可以看到这个高压逐渐要进来影响台湾了 新南风减弱 而在周六呢高压势力变得比较强 全台湾各地都会比较稳定的天气气候 但是呢要提醒大家 接下来就要进到了这个典型的夏天的气候了 所以要记得高温警示不能够忘记 而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呢因为受到西南风非常强 所以呢在被封面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南部恒春都会有八到九节强震风 尤其在北台湾的民众呢 也要留意有强震风 尤其是机车骑士了 那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西南风水气非常的多 尤其在中部地区降雨 降雨距离是会比较高的 尤其在南部更有可能会有好雨的可能 而北部跟东半部多云道晴 天气是比较闷热的 但是在台东要注意了 因为是在被封面 所以呢会有焚风的发生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